因为我们原本签的财产分配也是 一个人拿钱跟房地产 然后我要公司 那后来他就毁约 就不把公司购户给我 就才是整个撕破脸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到现在是没有办法 原谅这件事情的 因为到现在我财产是都没有拿到的 所以你是晋升出户的意思吗 对 是啊 对啊 而且是被 有点被报复的情况这样 所以有点 我比较心寒的部分是 我没有想到一个 同床共诊这么久的枕边人 他竟然是可以跟你这样大翻脸 措手不及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生好像是快转人生 被推得一直快转 你们很快地变成爸爸妈妈 然后老公老婆 然后又变成这个创业老板 对 什么东西都挤在前面就发生了 对 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婚姻维持了 大概六年左右吧 六年 六七年左右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走不下去 我觉得当然这个压力是一个部分 造成冲突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夫妻之间会慢慢走到 开始相近如瓶是没有化疗 你们两个一起创业 应该很多化疗吧 我本来也是 应该是聊到话都不想要听嘛 对 我觉得相处上会有些问题 比方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对 那我就很喜欢看那种有点推理啊 有点悬疑 会思考的片子这样 那你就发现两个人一起去看完之后 然后你要跟他聊 然后他说我看不懂刚刚在演什么 你就发现 这个没办法跟你聊这些事情 没有共同的话题 没有共同的兴趣跟话题 然后因为创业的关系 所以我会 因为我太年轻就创业当老板 所以我会想要去进修我自己 我就买了很多商馆的书啊 财经的书啊 然后我也去报名上一些 那个管理的课程啊 对 那我当然都是希望是可以一起的 对啊 因为我们一起当老板嘛 当然就一起成长一起学习这样 可是对方也是不要的 他也是没有什么兴趣这样 肤掉不一致 对所以你看不管是日常生活 还是事业 我们都没有共同的事情可以聊 是 对 我有一次主持他的记者会 大型记者会 当时他们两个还在嘛 都在 然后那公关公司就跟我 我就说 待会那个最大的头要来啊 待会怎么导引啊 衣服要怎么介绍啊 我们要顺的时候啊 公关公司说我不敢问 我说你公关公司不敢问 什么意思 有个时候你去问 你去问 因为你毕竟是主持人嘛 你去问 那我说我要问谁 因为当时就是两个当家 到底要问总监 还是要问董事长 他们两个都是一样当家 然后这两个就是不说话 他们在台上跟在台上 就是不说话的一对 就没有什么互动 在记者会现场两个还不讲话 当时我们 不是 你那个感觉出来就是 现场最好不要有任何的 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两个不太讲话 那时候觉得怪怪的 本来还以为只是因为 第一名高出不胜海 后来就报了那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有状况 你们两个其实有去做婚姻諮商 是我提出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 这样子的关系是不好的 我觉得这样 一定迟早走不下去 而且我也很不快乐 那我想要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我曾经有提出说 还是我们去找婚姻咨询 就是让心理咨询是可以帮助我们 到底问题在哪里 客观第三人来讲 对 其实我是想 想要修补这个关系的 谁不想要婚姻幸福美满啊 而且都有小孩了 对啊 然后 可是他是拒绝的 他就觉得说 他有点大男人主义 就觉得说 有什么好吵的 反正你就听我的就好啦 就嫁机随机 叫狗随狗啊 我说什么你就听我的 就不会吵架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变成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因为他就是觉得 就听我的就对 这男女也有别的 一般女生 比较喜欢听人家意见 男生都觉得 我干嘛听另外一个 不认识我的意见 对 你觉得你们两个状况 是跟年纪也有关系 我觉得年纪 有可能是因为太早婚 然后你看25到30几岁 这一段可能 正在你高速成长的时候 尤其又创业 你成长的速度 其实是会更快 你们成功的太快 对 那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很多的改变跟成长 你被迫要成长 变成一个成熟的人 毕竟你要带领几百个员工 那这个成长的速度不太一样 那个脚步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差距拉出来之后 变成没有话可以聊 那到现在 因为你自己也重新 在创业一个企业了 你原谅他了吗 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在最后的时候 上演了一些争夺战嘛 对不对 股份我记得 那时候看新闻 都被他拿走了 对 那时候你的心情一定 对啊 因为我其实本来是 很天真的以为 可以和平收场 我们其实刚开始也是真的 和平的签了离婚协议书 我们是在理性的情况下 自己去签字的 对 那当时有个状况就是 我们签了那个离婚协议书 其实里面有一条 是我们讨论好 就是我们先暂时都 对外不要公开 因为毕竟有公司嘛 有员工嘛 有股东嘛 然后就希望说 不要造成大家的 影响公司音乐 对对对 我们就先都不要 对外不要公开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只是不公开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是 可是他的认知不是这样 他的认知是 我们既然没有公开 那我们就跟原本是一样的啊 可是不是已经去登记离婚了吗 就是他的认知是 就还是要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然后我也一样是可以 你一样出门是要报备的哦 可是我想说 那叫我离婚干嘛 对啊 对这个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你对于离婚协议书这件事情的 认知是不同的 我的认知就是 我们只是不公开 但我们就是离了 那他的认知是既然不公开 所以就维持原状 你们两个真的什么想法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发现 诶怎么会这样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点 因为所有的 要求我都是拒绝的 就是我拒绝回复 就像原本 已婚的时候的样子 我认为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不公开而已 但我们应该是要像离婚的样子 那这个点就产生了很大的争执 对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翻脸 就变成 因为我们原本签的财产分配也是 一个人拿钱跟房地产 然后我要公司 那后来他就毁约 就不把公司购户给我 就才是整个撕破脸这样子 主要是原因在这里 对 所以我才觉得说怎么会 这样其实有点让我觉得 有点像恐怖情人 就是当你不听话 他就报复你 所以我才会到现在 是没有办法原谅这件事情的 因为到现在 我财产是都没有拿到的 所以你是晋升出户的意思吗 对 是啊 对啊 而且是被 有点被报复的情况这样 所以有一点 有一点傻眼 因为本来真的以为是可以 理性和平分手的 所以后来我就 你那时候没有找律师 什么保护你的权利吗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公司就是没有过户给你 可是你已经签了 放弃财产的 那个的协议了 你现在签了这个 其实平均 他是一个对事业是蛮有想法 蛮有对他选择 我要公司 你可能没有想到 公司搞砸了 可是公司确实要 你认识十几年的人 会这样对你 你应该没有料到 对 我比较心寒的部分是 我没有想到一个 同床共诊这么久的枕边人 他竟然是可以跟你这样大翻脸 措手不及 对 我再怎么样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 他有跟你道歉吗 没有 他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哇 对 这是我比较受伤的地方 对 尤其是你明明有共同事业 还有女儿 这个很伤很伤 你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这样子 我就觉得 这部分我不能原谅 而且是打拼的 你那段时间 你整个挑战劲的 再怎么样都是共同打拼的 再怎么样也要 也要和平的分啊 不能这样子啊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 所以我才会一直说 我没有办法原谅 被创业伙伴最亲密的人伤害 你怎么走出来的 刚开始真的也走不出来 就是整天就在哭 就在家里哭 然后 一定 你想本来很忙碌 然后你变成你 你还被公司开除 你也进不去公司 然后你一切之间 就什么都没了 你真的 本来是很忙碌的一个人 然后你每天变成 醒过来 你看着天花板 想说我今天要干嘛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以前大家 追着你开会 追着你问问问题 现在你是 你想干嘛 你也管不了事 对 然后 就心就揪在那里啊 就很难受这样子 然后甚至有一段期间是我也见不到女儿 对你也进不去公司 你也见不到女儿 然后你什么都没分到 你真的是 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了 十几年 她在做最后的晚会 对有可能 有可能只是 我们先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要立刻分开 她以为你还是我的太太 但我的 但女生就是觉得 你现在现在 不要当我的人了 我就什么都不给你 对 有点这样子 对 我就在讲话 瑞士就是说 你认为你跟她是共同创业 但她可能一直觉得说 是她 是她 我觉得她有一点变成是说 虽然是共同 但是你没有 你不能离开我 如果你离开我 我就不给你 真的很大男人 所以其实 可是她所有的这些功劳苦劳 都不可以被抹杀啊 对啊 我是觉得再怎么样 这公司有正式的头衔 你有正式你的分工啊 所以法院上也是很妙 因为这个在追究太远了啦 只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就法来讲 因为婚后的财产是一起的啊 对 可是因为我签的那个房秩 她已经放弃了 你怎么会签放弃呢 怎么要放弃呢 因为说 如果我放弃存款跟房地产 这个公司要给我 对啊 我什么公司 那她就 你为什么只签一半啊 没有没有 她就毁约啊 就公司不扣给你啊 那你告诉我啊 可是公司没有在合约里面吗 你就告诉他 但是你就是要诉讼才能拿回工资 那你怎么不诉讼 那现在就在诉讼了 现在就在诉讼了 在诉讼的过程中 公司就乱七八糟了 价值就不一样了 哦 了解了 所以其实你先拿钱的人就是 就是先赢了嘛 因为公司是会折责 公司变成一个烂摊子了嘛 对 就算可能拿到也 价值也不一样了 就是你本身选公司的 你就已经吃亏了嘛 对啦 还有多些也搬来搬去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那种男女 共同创业啊 就夫妻俩共同创业 我常常想说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在男方跟女方各自心里头想像的 那种共同 是不是共同 对 所以通常女生都比较吃亏 感情好多时候都不会想那么多啦 对 该理性还是要理性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杀个大神马匠手游即刻下载 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 好看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 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